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1842集 陶闯见这大爷听不到自己说话 立马提高了些音量 大声说道 大爷 大爷 您听到我说话了吗 这话说完 磨刀的老头 这才停下了自己手中的活 抬头望了陶闯一眼 然后皱着眉头问 你是我下人 老头说的是中文 只不过听起来稍微有一些别扭 一旁打牌的几个男子和女人 似乎也注意到这边 扭头朝着陶闯这边看了一眼 嘟唠了几句听不懂的话 几个蹲在地上玩耍的小孩 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仍旧是自顾自地玩着 林宇见状 也立马带着孙学斌 从树上跳下来 走到了陶闯身后 陶闯急忙 冲驼背老头说 是的大爷 我们是从华夏那边过来的 去前方镇子上办点事 华夏人 好人 好人哪 驼背老头听到这话之后 顿时喜笑眼开 冲陶闯和林宇他们 竖了竖大拇指接着说 你们等着 我去给你们断水 说着老头将双手在衣服上擦擦 快速地朝着茅草屋走去 不用了大爷不用了 我们就打听个事就走了 陶闯急忙大喊一声 不过他话未说完 老头便已经进了屋 陶闯无奈地笑着笑 冲林宇说道 因为这里啊 离我们边境很近 所以这里的人呢 经常跟我们国内的人 进行一些生意上的往来 像他们使用的蜡烛啊 盘子啊什么的 都是从我们边境附近的 集市上买的 我们营地的人呢 也时常跟他们打交道 交换一些猎物啊 生活物资什么的 所以他们对华夏人的印象很好 为了方便交流 他们也学会了一些中文 林宇点点头 扫了一眼不远处 玩耍的小孩和打牌的男女 没说话 来来来 喝口水吧 很快驮背老头从屋里走出来 手里端着一个竹子做的托盘 上面摆着三碗清水 冲陶闯 林宇他们面前一地 灿烂地笑着 笑容淳朴憨厚 不必了不必了大爷 我们打听点消息 马上就走 陶闯笑着白白手 喝吧喝吧 火下人 好人 老头满脸堆笑地说道 热情地将手里的水 再次地往前送了送 谢谢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旁的孙雪斌 因为受伤流血 脱水的原因 早已口渴难耐 他再也忍不住 踉呛着 卖不上钱 伸手就去抓托盘中的水 就在他的手 触碰到那瓷碗边缘的刹那 砰的一声闷响 老头手里的托盘 瞬间被人踢翻 孙雪斌吓了一跳 转头一看 发现踢翻老头手里托盘的 竟然是林宇 然而 林宇踢完托盘之后 身子没有停下 骤然窜到了驼背 老头的跟前 一把掐住老头喉咙 老头吓得身子猛地一抖 白眼一翻 差点晕过去 张着口 惊骇无比地望向林宇 刷啦一下 不远处大牌的 几名男女 见状蹭的一下站起来 满脸恼怒地指着林宇 大喊大叫地说着什么 似乎示意林宇放手 孙雪斌和陶闯两个人 看到这一幕也是陡然一愣 满脸诧异地望向林宇 不知道林宇这突然间 这是怎么了 陶闯愣了片刻 才回过神来 急忙窜到林宇跟前 一把抓住他胳膊 急声说道 何队长 您这是干嘛呀 陶闯用异样的眼神 望向林宇 满脸的不解 不知好端端的 林宇怎么就出了 如此费解的举动呢 不过林宇并没有 大理他 沉着脸 冲老头冷声说道 说 你们是什么人 我猜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隐修会的人 对吧 隐修会 听到林宇这话 陶闯和孙学斌两个人 脸色陡然一变 齐齐转头 望向了前面 这驼背老头 老头满脸惊慌张着嘴 啊啊大叫话都说不出来 在想 你干嘛呢 这个时候在一旁 打牌的几个男女 健壮 满脸恼怒地 朝着这边走过来 对着林宇大声地呵斥 讲得也是 无比蹩脚的中文 站住 林宇冷冷地呵斥他们 再上前 我就掐死他 听到林宇这话 几个男女 这才立马停下脚步 站在远处 指着林宇大喊大叫 显然十分恼怒 说 你们是不是引修会的人 林宇冷冷地望着眼前 驼背老头 受伤的力道 不由加了几分 我 驼背老头满脸痛苦 整张脸都铁青一片 连呼吸都十分地困难 根本无法回答 逃闯见状 顿时急了 赶紧再次伸手 抓了抓林宇的胳膊急声 说道 何队长 您这么掐住他脖子 让他怎么说话呀 再恰就出人命了 虽然这里是什么三不管地带 但是毕竟离他们边境线太近了 真的要出点什么事 很难不会牵扯到他们 就算不会有什么责任 但是难免会连累着国家名誉受损 毕竟 这么多双眼睛都盯着他们呢 知道他们是华夏人 引修会的人如果这么容易死 那一切都好办了 林宇双眼一寒 冷哼一声 手上仍旧是暗暗用力 甚至已经听到了骨头压缩摩擦的咯咯声 几乎要把老头脖子给捏断 驼背老头已经被林宇掐得翻起了白眼 张着大嘴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还不还手 不愧是引修会的人啊 只能认 其实他一开始就没想过让驼背老头回答他什么 他只是想逼迫老头出手 但是驼背老头的隐忍程度极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 何队长 你再掐就要把他掐死了 逃闯急忙大汉 他两只手抓在林宇胳膊上 连声地劝阻 他明显就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这怎么可能跟引修会扯上关系啊 在他认为 如果这个老头和这些村民有什么问题的话 恐怕早就已经忍不住出手了 是啊 何队长 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的 明显就是个普通的村子啊 这跟引修会没什么关系吧 孙学斌也跟着劝阻林宇 对于林宇过激的反应 他也非常理解 在压抑的危险状态之下 人的精神通常都是敏感的 极度容易对周围的人产生怀疑 你们难道就不觉得蹊跷吗 我们来的路上竟然会不满捕兽夹子 这 这也正常吧 可能是那一带有什么猎物出没吧 您先松手吧 我们有什么话好好说 有猎物出没 这雨林中 什么猎物需要那么厚重的捕兽夹子呢 这种野兽夹 通常都是在山区使用的 用来捕捉熊 野猪 狼 老虎 这类大型的兽类 在雨林当中 有值得用这种捕兽夹的猎物吗 而且还是升级版的 听到林雨这话 陶闯和孙学斌两个人才猛然大悟 他们看到那捕兽夹的时候 就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了 现在经过林雨这么一提醒 便瞬间明白了过来 再见 再见